还没等到郭德纲去捧 李九虫这条鲶鱼就自己成精了 李九虫原名李东阳 1988年出生于吉林 2012年入科 同年11月就以学员的身份登台演出 2015年正式拜师郭德纲成为二九中的一员 李九虫早期是德云社二队的捧跟演员 与上小局李小葵搭档 如今在德云社六队与李九将成为固定搭档 两人搭档风格也是非常明显 都是水产动物 一个是鲶鱼 一个是海豹 除此之外 李九虫相声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反应快 包袱也非常密集 跟搭档合作时脑袋转得也是非常的快 往往在搭档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就差点被他带到沟里了 你看来那边想看都是那些承宁场话 哦 比如说想看看 我能当郭老师 听郭老师你说的 你这桃档 看那村里的人才是真正优秀 闻得多优秀 不懂 你说的 女妾老师 优秀 你这叫水平靠着是什么呀 靠着是演出经验 对我演出演出 对呀 郭老师一年才演几场 真是 才演出十个场 就那样 你一年就演三百多场了 对 可不是嘛 对呀 你比他能力大呀 对你比他能力大 真的 你比他业务好 嗯 你当这事儿真过来 哈哈哈 他不会必须要超过师傅 哦 踩着好独立 所以你好好努力啊 嗯 你自己努力 我没有我自己努力 咱俩人一场买 你也不努力 我不行 哈哈哈 对呀 这天素很高的不行啊 我知道 但是不行啊 我知道我肩不高 你哪个不努力啊 不是 我注意你的言辞啊 哈哈哈 你怎么理解歪了 我没有往那儿讲啊 会话哪个俩大网 你只要干 呦 你哪不努力啊 哈哈哈 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都说德云社没有好人呢 别人都是捧跟一语致胜斗梗 到李九重 这完全就是反过来了 作为张赫伦的手下 李九重的歌曲改编能力 一点也不输于张赫伦 天上乡下的女性上话 听自己的当自己吗 想要算我来一把 大学的学习换酒来 上书漢犯呀 哈 懂得像天道后 找不知非 不是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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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不愿意啊 人生中年 都是不一有名啊 现在的社会有多新鲜 辛苦工作的一场年 忙忙做结枉学的一样 终于老修为两年啊 这房中的夜中间啊 你下房中间人都不一样啊 两个人都不一样的 一个要类似的一个是闲 不一样啊 如今李九重和李九江两人合作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自从去年的年雨梗之后 两人的知名度有着明显的提升 最近李九重也更换了自己的舞台风格 主打的就是让捧耿无言以对 这种风格非常考验捧耿的临场应变能力 不知道李九重会坚持多久 不得不说两人如今小剧场演出的效果非常的好 也成为了德云社六队的抵决演员 在之前六队缺人的时候 李九重更连演三个节目 组织过德云社六队的风箱演出 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欢 李九重和李九江两人虽然看上去不显山不漏水 但如今二人的演出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欢 除了基本功扎实外 更重要是有了自己独特的演出风格 如此出色的黏鱼涂地 郭老师还是赶紧让他早日成精吧 至罪因此